大家好,我是Stan 以三振五在国内外掀起热潮 并广受喜爱的啦啦队员EJUN 由于与经纪公司的合约已经结束 未来可能难以在韩国姻缘舞台上 再见到他的表演 根据11月5日韩国媒体报道 KIA台鸽子啦啦队员EJUN 目前与经纪公司的合约到期没有续约 正出于休息期 并在考虑未来的国内外活动计划 媒体指出 过去一年内 约有10名韩国啦啦队员转战台湾 其中 以大爷于去年3月加入台湾职棒球队 乐天桃园后 拍摄了包括可可可乐在内的12支广告 他还曾登上台湾YouTube人气创作者榜首 继以大爷之后 韩国啦啦队员EJUN EYUN 也转投台湾职棒 两人不仅参与台湾综艺节目 还共同拍摄了广告 韩国啦啦队员在台湾收到很高的人气 工作环境待遇也很好 因此台湾粉丝们在支持EJUN转队的同时 也指出了韩国啦啦队待遇低 工作强度高等问题 台湾粉丝们纷纷表示 来台湾会更幸福 在被台湾挖走之前 先改善待遇吧等 因为今年9月 台湾媒体曾报导称 乙俊永收到了来自台湾的邀请 并表示他在台湾棒球迷中 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所以现在韩国粉丝们也觉得 乙俊永没有序言的理由 应该就是想要去台湾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他正在犹豫 应该就会去台湾吧 即使是短暂的热潮 如果能拿到很多钱的话 还是应该去趁机赚一笔再回来 去台湾吧 每个月工资不到200万 工作强度又高 干嘛拿比外劳更低的薪水 留在韩国 没必要在这里消耗青春 去那些尊重你的能力 基于你应得待遇的地方吧 不过台湾已经有很多啦啦队员过去了 不是吗 乙俊永现在去的话 还能受欢迎吗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国家也应该像台湾一样 对待啦啦队 像现在这样 啦啦队员可能都会消失 某天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真的只是短暂的机会 应该要去待遇好的地方发展 台湾真的是啦啦队阶的MLB啊 所以大家觉得 乙俊如果明年来台湾的话 真的会很受欢迎吗 3 3 4 5 5 5 9 6 4 5 5 7